現在才知道 感謝你 曉雲套 謝謝 謝謝 紀元耶 是 什麼 喂啊 憲哥你過敏嗎 沒有 還是感冒啊 你有沒有過敏 你有沒有過敏 我是非常嚴重的過敏兒 其實在台灣來講 夏天是又濕又熱 而且你進出冷氣房 那個溫差的落差 有時候差到8度10度 很多過敏兒 過敏人 這個時候他就非常的難受 沒錯 所以當過敏在發作的時候 真的是讓人就是 有生不如死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這個達人組 要來跟我們的藝人組 要來PK一下 到底誰才是 對抗過敏的高手 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到 第一位是雯雯姐 大家好 哈囉 歡迎雯雯哥 過敏人的鬥士 超有鬥士的 接下來歡迎雯雯 大家好 最後歡迎我們今天的達人組 歡迎三位 好 那我們上次其實也談到過敏 因為過敏現在幾乎已經是全民共識了 而且父母有小朋友通常都會中 對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兩位醫師 就是西醫這個小兒科的醫師 黃醫師 先生好 大家好 對 中醫的羅醫師 姐先生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不曉得說大家的過敏症狀 是出現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覺得我的過敏症狀 以我來講啊 我覺得我最困擾的 不要我們常常要錄影啊 錄節目啊 我常常都是那種講一講 然後一個冷氣冷空氣 一直一吸過來 就是那個角度剛剛好有沒有 對 我就會打噴嚏 而且我那種過敏的人喔 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突然間 你被燒到打個噴嚏就算了 好幾個 他會連綿不絕 很恐怖 然後我是過敏到 就是連一根頭髮這樣掃過去 我就受不了了 就是這樣一根頭髮 我就整個就是 哇 要嚇起來 你知道我曾經一度喔 就是去掛急診 就是打噴嚏打到出血 就是那種出血性 打噴嚏打到出血 對 然後流鼻血 對 流鼻血 然後我甚至一度懷疑 而且變成說非常習慣性 頻率很高 然後我一度懷疑 我是不是得了什麼癌症 因為異常出血嘛 對 之後呢 整個都在發現過敏 而且人家都是血崩 你是上面的血 哇 哈哈哈哈 你很煩耶 真的啦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我是認證過程裡面的那個過敏 然後跟大家講 這個生完小孩之後 她並沒有變好 我一直到這樣 我女兒已經快12歲嘛 對 我還是一樣 就一輩子跟著你了 對 然後我女兒 她就是天生的過敏兒 她在生出來就可以一圈 就遺傳 就我們剛剛講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很辛苦 人家還是起床喔 床邊就一大桌 一頭衛生紙 因為鼻涕會倒流 我也是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個動作就是收 枕頭旁邊的衛生紙 對 我了解妳的心情 威明哥那什麼臉 你不是也坐在這裡嗎 不是 我也是鼻子 但我不會流鼻水 怎麼可能 打噴嚏嗎 我是每天早上醒來 拼命的打噴嚏 而且停不了 打噴嚏怎麼可能沒有鼻涕 一定有啊 沒有人就沒有 我老公也沒有 沒有鼻涕 沒有 而且鼻子裡面是乾的 然後我們鼻子裡面癢對不對 你外星人喔 癢你會去挖嘛對不對 我真的從小就覺得 我裡面是沒有鼻毛的 那個打噴嚏 打到那個 你眼睛是髒不開的 你知道嗎 然後你會想拿刀 把鼻子割掉算 其實我過敏還很多呢 像一般人洗澡 你們洗完澡很舒服對不對 我洗完澡就全身癢 洗澡也不行 而且我洗完澡 身上會有一些紅點 像是蟲咬 對 然後半個小時才會好 對 為什麼你家的水有點髒 我到哪裡都一樣 應該跟水沒有關係 跟回家有關係 可是比方說當兵不用肥皂 或者是我們現在會選擇 很多種不同的洗髮精 會使沐浴乳什麼 洗髮精洗澡 我就連夏天太熱 在家太多汗 沖個水也會 也會好像有被蟲釘的一樣 那我去當兵怎麼辦啊 當兵死人 我真的當兵死人 對啊 就是一直在那忍 最慘是我剛剛講 打噴嚏那個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在 我搬來台北念國中的時候發生的 然後你就一個早上 人是就流氓性格 很痛嘛 很難過就很生氣嘛 任何人跟講話 你就沒有客氣 慢慢就變成就很兇悍 而且你剛剛有一開始就介紹說 你是對抗過敏的鬥士 鬥士 壁毒的抗原體 壁毒的抗原體 是因為有長輩有教過你很厲害的絕招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大 先講一招來嚇嚇後面 我們這種 我們這種老眷村小孩啊 從小爸媽教你都是用那種醉土的方法 啊 磨破皮啦 泥巴刷臉 對 我們是這樣長大 我們幾多醬油而已啊 所以你看都黑色素沉澱了啦 對 我們都沒有在看疤的 對 然後感冒 感冒爸就說沒關係 晚上你沒傷害你明天就沒事了 對 那我從小鼻子過敏是 我爸媽都沒招 因為我爸媽沒見過有人這樣 一直鬧著念國中二年級 我搬到台北 那搬到台北 就跟我幾個 台北的幾個親戚比較常有聯絡 我二舅媽也是這個毛病 就一聽到打噴聽這種 對 我一聽到打噴聽 她就跟我講說 你喔 每天早上起來啊 拿一碗那個 拿一個碗 裝生水 自來水 然後只用鼻子 只單獨用鼻子去吸它 吸到裡面 你吸到不能吸為止再把它吐出來 反覆這個動作 就會好很多 我爸爸也教我用這一招耶 我真的吸了 第一次我覺得 哇 好舒服喔 接著我用了 我用了大概八九年的時間 接下來呢 也不是完全根治 比方說我們有時候 到了髒一點的地方 或是 空氣比較髒一點 對 還是會 我還是會那個 但我只要覺得嚴重 我就立刻拿水 真的喔 可以稍微舒緩 可是我沒有覺得 雨妮妳剛剛說 妳在大陸也沒有聽過過敏 我沒有 我沒有聽過鼻子過敏 什麼過敏 大陸的氣候乾 對 從來沒聽過 是我到台灣來才見識到 我老公跟我小孩 你知道我們家有一天 發生這樣的故事 就是我早上睡醒 一覺起來 鬧鐘響了 我就起來之後 發現我老公沒在房間裡了 然後我就趕快把小孩 叫起來給他穿衣服 我就走到外面 我老公也沒在 那我想說 她應該出去買早餐給我們吃的 所以我就坐在餐桌前等 所以我們七點起床 到七點二十五 她都還沒回來 我想說樓下早餐店 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回來 她都還沒回來 那我就打個電話給她 我說 妳現在在哪裡 怎麼一大清早沒在家裡 她說我現在在急診室 蛤 妳老公好獨立 我就去醫院 然後我就說 妳在急診室 那我趕快去找妳好了 我就把小孩送去學校 我就去找她 後來她就說 我就說妳什麼狀況 她就說我睡到半夜就覺得不能呼吸 然後開始不能呼吸就頭暈 就覺得好像缺癢 然後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一直睡著 她站起來走 又躺下來 站起來走又躺下來 妳也睡得太熟了 她以為老婆會聽到 會問她為什麼 我完全都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她就只好自己穿穿衣服 拿著鑰匙 然後她就坐計程車去急診室 後來我說那醫生怎麼說 她就說醫生做了心電圖 也抽了血 完全沒有什麼不正常的狀況 她說就是應該醫生猜是她過敏 因為她前幾天一直在發過敏 就是整個半夜都一直在打噴嚏 一直打噴嚏 都不能睡 然後因為延續了很久 可能真的太嚴重 她鼻子癢到 她根本沒有辦法吸進去空氣 所以她就被送到急診室 我兒子就是什麼好的都沒學到她 爸爸就學到她過敏這一招 然後我就 她從小就只要變天 像快要下雨或是悶熱 她就整個也是一整夜都睡不著 小孩子是咳嗽 是 然後咳到就是精神恍惚 白天就是恍惚惚惚的這樣 那有一次我們去香港 然後那個香港 就是飯店都是這種地毯 所以從我們去的時候很開心 又坐飛機什麼都很好喔 從進了那個飯店的房間開始 大概不到半小時 她就開始一直打噴嚏 然後就把前面吃的東西全部都吐掉 好可憐喔 她也就看她是過敏的症狀 因為沒有鼻涕 她就是一直打噴嚏 然後我就覺得暈 後來我們在香港的四天的行程 她都是一整夜打噴嚏 然後隔天我去逛街 爸爸帶著她在咖啡廳裡睡覺 所以我們四天是這樣過來 像我老大 只要一回來 一早上的話 就是一直打噴嚏 對 然後我就問說那你在台南會不會 她說在台南不會啊 所以黃醫師 這個台北市的這個空氣潮濕 它是誘花過敏原之一 剛剛文老還講到 她遇到冷氣的直吹就會過敏 那一般我們現在台北人幾乎 80多小時 像我幾乎是吹了16個小時 跟吹冷氣也有關係嗎 過敏 最近因為夏天到了 所以我的病人有一些變多 他說黃醫師你騙我 你不是說夏天過敏會比較好嗎 對啊 我怎麼突然小孩子過敏又發作了 我說你是不是家裡最近開冷氣 他對他天氣熱嘛 可是那冷氣齁 已經累積了一個冬天的灰塵 還有黴菌的塵蟎都在裡面 一個冬天之後 你終於按一下那個電源 他就請 我老公去急診的那一天 就是剛開冷氣的大概兩三天 夏天的第一天 對 還好我冬天也有開冷氣 對 我冬天也有開空調啦 因為有暖氣嘛 所以還是有在動啊 第二個就是說 那有的時候夏天過去啦 那這個冷氣的這個時間 已經一段時間了 可是他還是很容易有這樣過敏症狀 常常是因為冷熱這樣一直交替 譬如說你家的冷氣房 又乾又冷 一出去外面又濕又熱 說實在你的鼻子 本來已經是過敏體質 要面對這麼大濕度跟溫度的改變 其實常常鼻子就會過敏 所以不見得是進冷氣房過敏 有些人是出去外面就過敏 過敏 對 因為本來已經適應了 一出去又濕又熱 他又開始打噴嚏 對 而且我想問一個問題 像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男子啊 他不是嚼那個口香糖嗎 然後後來咳嗽然後去撞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真的 我真的要投他一票 開車 而且他說 他是因為嚼那個薄荷口香糖 然後整個受不了那個嗆 嗆到 我跟你講我也有這種困擾 我只要吃到薄荷的口香糖 我馬上打噴嚏 而且受不了 然後我們知道打噴嚏 其實眼睛會閉上 其實那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記得下次開車不要嚼 沒有沒有 黃醫師那個跟冷氣無關 那個是外在的刺激 其實就受不了了耶 對 所以其實過敏性的體質 過敏性鼻炎的人 他的鼻子 一直處於一個很敏感的狀況 對 就好像是一個 脆弱的少女一樣 稍微有點 撩撥一下就受不了 撩撥一下他這樣 對他來講其實就是一個刺激 所以像我自己也是 我如果吃薄荷的這個 如果那個時候狀況特別不好的話 那我那時候吃薄荷口香糖 我一樣也是過敏會發作 所以黃醫師你有過敏了 我過敏這個歷史可久了 對 那你很方便啊自己拿藥就可以吃啊 你怎麼這樣 那其實聽到現在啊 這個過敏其實真的讓大家是傷透了腦筋 所以我們趕快來進行我們第一回合的比賽 第一回合呢我們藝人組派出的代表就是 雲妮 耶 我是雲妮 要大戰那個 我們達人組的子余媽 落掉 落掉 好 那這個雲妮啊氣勢這麼強盛啊 要告訴我們你有什麼秘方 我是愛老公的好太太和愛兒子的好媽媽 所以呢 因為他們這樣的過敏問題讓我很困擾 所以我就一直去問街訪鄰居 對 非常有經驗的阿嬤 因為妳老公是太誇張了 所以妳今天幫我們準備的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要到一個非常厲害的方子 然後叫 就是專門來燻妳過敏的鼻子的配方 這厲害了 那就是要用幾種中藥 那心儀 昌兒子 白紙 薄荷 和陳皮 各10克 然後就準備1000CC的水 1000CC的水 然後把所有的中藥材 全部都丟到水裡面去 每樣10克 煮到開就好囉 不用像燉中藥那樣 就是開其實滾了 要它的熱氣就好了 然後妳把它煮開之後呢 因為我在家就是常常用 所以我有準備好的 是 就是妳讓它煮到滾很熱很熱之後呢 妳就把它倒到一個玻璃瓶 玻璃瓶 玻璃瓶一定要 等一下妳確定那是妳用的嗎 妳這個好像動作都很生酥 就是這個擰很緊 沒有 讓它有熱氣 對 所以的話會比較緊 然後妳一定要選擇窄口瓶 妳知道為什麼嗎 真的 因為它讓它的熱氣比較集中 然後它就比較有效 然後很熱很熱的時候呢 妳就讓過敏的老公也好 孩子也好 妳就讓他聞 就讓那個熱氣一直遜他的鼻子 那我聞一下 有沒有感覺 是不是 好香喔 對 對 有那個天然柑橘的味道 因為它有加成品 所以鼻子都通了 對 那要不要繼續加熱 不然的話妳等一下涼了就沒有 其實它溫掉之後妳也可以喝 對 可以喝 它也可以治療妳過敏 也不是治療 應該要緩解妳過敏的陣子 真的喔 老師喝 老師喝 有聞到味道 我們現在也聞到味道 有沒有 很香喔 對 羅醫師那個可以喝嘛 對不對 可以的中藥材啊 那也是緩解過敏嗎 對啊其實它的味道很能夠接受 所以小朋友也不排斥啊 不排斥 聞起來香香的 對啊也不會像吃藥那麼苦 就香香的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 把它滾了一下子 就關掉 然後把渣濾掉 你就把水流著 然後熱熱的氣 你看像這樣 熱熱的氣 妳這樣吻它就好了 而且一定 妳的方法非常厲害喔 好一下我們接著換達人來 像我們家最近就 附近很多建案 對 然後所以一回家的時候 家裡就灰塵啊 殺 然後那種棉絮 我們家有寵物 就寵物的毛 對 所以很麻煩那以前 所以你們家的是小朋友過敏 她沒有 但是我小姑有過敏 我小姑非常的嚴重 她可以一個早上 衛生紙用掉一包抽去試的 是那種一百抽兩百抽那種 好辛苦喔 對就很嚴重 所以我就很注重居家清潔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灰塵真的很恐怖 所以今天你要來教我們如何對付 就是腦人的灰塵 是嗎 我就會用 舊報紙 對 有上班的人都可以在家裡 ㄎㄧㄤ一點回去 在公司吧 不用ㄎㄧㄤ 光明正大就可以回去 真的嗎 有的公司不準耶 真的喔 對 然後像這個灰塵很恐怖 裡面可能有一些塵蟎什麼細菌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報紙 微微的沾濕 然後貼在上面 因為其實你平常用掃把掃的時候 你灰塵就會一直飛一直飛 那就沒有用啊 它又卡在那個窗簾上面 卡在家具上面 就完全沒辦法抓到清潔 所以你是說這個方法提供我們 用這個報紙 弄這個東西來擦全家喔 你灰塵很多的地方 對啦 比方說 嘎嘎腳腳 然後像這樣貼了一下子以後 你把它這樣子拿起來 拿起來 對 其實灰塵其實肉已經去掉很多 千千一模 對不對 對 我們家真的很髒 賤暗 我們房子要長 蛤 那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是要 清潔完以後 我們當然就是要抗菌嘛 然後我就會用那個 小蘇打粉 大家的好朋友 小蘇打粉好好用喔 對啊 我好想幫小蘇打粉代言 然後加上檸檬汁 天然的檸檬汁 你有沒有看到 冒泡的冒泡 是不是很有燒菌的感覺 沒錯 而且這個很天然很環保 而且又不傷手 對 你看 手都可以這樣繼續摸 好不熟 等一下指甲就變美 我這也可以喔 會燙 會燙 然後就拿它來 我還可以喝咧 你可以喝嗎 對 其實這樣就非常得乾淨了 然後這樣子 你的小孩啊 在地板玩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他說 他在地板玩 手摸到 會不會就皮膚接觸到 會紅紅的 對 或是說他去吸道了 會不會那些化學的東西 然後再用這個白麻布這樣 然後一抹它就乾淨了 對 就很乾淨了 其實滿有道理的 因為報紙本來 報紙這種紙張 它的吸附性本來就很強 對 插玻璃什麼都很強 我們是藝人隊 跟人家打人在PK 但是他寒謙 你在那邊想要 你要不要不能做到後面 因為我們是藝人隊 沒關係 我們有社會責任 對就是對 我是對就是不對 麻煩三位請為我們舉牌 嗨 陳維銘過敏發作 我大難不死 連醫生都嘖嘖稱奇 我是從小吃海鮮過敏 而且我有一次在香港吃海鮮 從小就過敏 對 蛤 你會覺得那個氣管變小了 你覺得你的氣管變小了 好可怕 開始沒辦法 開始沒辦法呼吸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有抽驗 我會覺得 我抽太多了嘛 不要抽 他剛剛講到那個真正 說老實話是真的滿危險的 所以我真的可以活到現在 其實像是 好可怕 是